第821集 腹高的肚子发出同病相怜的叹息 冯志祥慢悠悠地打量着手术室 没有着急开始手术 他现在做手术的准备工作已经很慢了 尤其是做胆囊癌这样的大手术 冯志祥更是不着急上刀子 不像是许多年轻医生 好不容易轮到一次示范手术 或者直播手术就急匆匆地开始手术 生怕观众们等急了 人变少了 到了冯志祥教授这个年纪和地位 他才不在乎呢 其他医生愿意学习 他也不会避丑自身 但其他医生不愿意学习的话 他才懒得诱导呢 现在的医院并不是愿意学习的医生少 对于医生们来说 学习资源依旧是少得可怜 好不容易能轮到一次向大牛学习的机会 手术室内外挤的都是人 病人已经准备好了 滚床的住院医兴奋地报告着 他能进到手术室来 可以说是彻底的运气了 虽然只是拉钩 但能近距离看手术 还能与冯志祥教授做有限的交流 对小医生们来说 已经是非常完美的 这也就是冯志祥做手术 他想要一个拉钩的小弟 比较好指挥 所以宁愿要管床的住院医 也不想要不明情况的主治医生 反正都是拉钩 小医生的体力还好一点 二住自然是徐文 他本来就是精华六院里 很拿得出手的副主任医师 虽然话很少 师傅却很多 技术又好 所以总是吃得开 冯志祥这时候回头 看看窗外的凌然 笑道 看好了没有 我要开始了 好 我开始洗手 凌然说着又探头进来 对站在手术室里 探头探脑的小医生们说道 哪位有空帮我拿一下书 我来 一名身穿白大褂 依旧展露出好身材的 年轻女医生 把手高高地举起 以至于身体曲线 都发生了改变 麻烦了 凌然将书交给她 示意她端在自己面前 然后就开始自顾自地洗手 外科医生都知识人的毛病 或者说是把人 当作工具用的习惯 像是拉钩的助手 它就是一个方便于拉钩的工具 当然 主导医生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也会玩弄调侃一下拉钩助手 问她几个问题 拨弄拨弄她的知识体系 相似的还有抽吸用的助手 尤其是在机械抽吸机流行以前 还有用脚踩的抽吸机 那就更需要助手来帮忙了 凌然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书架子 六院帮忙的女医生 将书捧在胸前 面带微笑地看着凌然 就像电视里的奖牌女郎似的 然而 凌然依旧只是洗手和看书 口中所言也是 翻页 谢谢 我叫刘依林 女医生小声地说了自己的名字 你好 凌然依旧是很客气的样子 目光在女医生刘依林身上一扫而过 刘依林依旧很高兴 悄悄地握紧了拳头 心中暗暗的 刚才就猜到 凌医生肯定是需要人帮忙的 接下来也要提高警惕 麻烦你了 凌然点了点头擦干净手 转身进了少数室 刘依林在后面握紧了拳头 也跟着进去了 强大的气场 让里面的男医生们自参行魁 默默向后 这凌医生的条件真是让人羡慕啊 好了 人急了 那就开始吧 咱们先打开副枪 看看是什么情况 方志祥说道 不管是核词共振还是必超 影像信息给予的结论 都不如牧师来得直接 当然 这也是因为 外科医生对牧师得到的信息 更有处理能力的原因 早期的腹枪镜等技术的推广 遇到核心问题 也都是外科医生的习惯问题 这是医生不向飞行员或者军人等职业的特殊之处 航空公司如果要更换飞机 飞行员要尽可能适应的 实在不行才考虑其他途径 军人同样如此 如果军队里要更换装备 一线的职业军人的话语权是相当弱的 但是 医生对采用何种仪器设备 天然的有强大的发言权 有的医生可能常年使用同型号的手术刀 或者某某电刀等等 哪怕此型号已经被淘汰了 但只要该医生用得好 他就可以持续地使用下去 手术效果是具有最终决定权的 相对来说 药品也含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不过 职业医生不按照药品的推荐证来开药 或者超标准开药 也是非常之常见的行为 而就冯志祥的年纪来说 他对于牧师手术的执着是必然的 在这一点上 他与灵然也是有天然的区别 手术刀 冯志祥的笑容掩藏在口罩中 他向来喜欢指点年轻医生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冯志祥的声望才会水涨船高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发地凸显出来 而他的普外中心 没有像是其他医院的普外科那样 分崩离析成七八个 乃至于十七八个小科室 既要归功于普外中心的规模效应 也要归功于冯志祥的性格 凌然站在冯志祥对面望着下面 脑海中还在回忆下书本上的内容 做了好长时间的主刀 再回过头来做助手 凌然也有别样的轻松 我看看 冯志祥动作轻松地打开病人的腹腔 口中说道 开腹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步骤 但还是要谨慎对待的 而且开腹的过程 可以帮助外科医生进入状态 要意识到我们剖开的是人体 治疗的是疾病 而不是简单的机械工作 凌然嗡了一声 像是上课被提问一样 冯志祥又要了电刀 动作轻松地说 现在啊 有些年轻的医生 很喜欢快节奏的手术 我是不太喜欢的 手术的节奏太快了 注意力就被封割了 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 可能是他们的手术太多了 凌然给冯志祥帮着忙 再次回答了他的问题 冯志祥愣了一下 你这样想的话 是我忽略了 看来还是年轻医生 了解年轻医生啊 我只是每天都 抛在手术室里 你不觉得手术太多了 我喜欢做手术 凌然的回答简单纯粹 冯志祥教授看着凌然的目光 更欣赏了 你理解年轻医生的心情 但自己又有自己的做法 是吗 凌然拼了冯志祥教授一眼 没说话 冯志祥教授的笑容 漫出了口罩 你不要不好意思吗 能做到这一步的年轻人 是很少的 有点修身齐家 平天下的意思了 不过呀 年轻人还是要有年轻人的朝气 有什么想法在我面前 你都可以说出来 接着 冯志祥教授就面带期待地望着凌然 凌然毫不犹豫地说 你做得真慢 扑斥一声 一名年轻的医生笑出了声 便向顺势看过来的刘依林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内心里 年轻医生还略略有点得意 吸引到了刘医生的注意力 接下来 不知道怎么方便做个自我介绍呢 就在他的脑电波飞速交错的间隙 冯志祥的目光也扫了过来 手术室的规矩都忘掉了吗 冯志祥教授的声音不高不低 像是在讲台上用话筒在说话似的 有点娓娓道来的意思 手术室里的年轻医生们 却有些短暂的思维僵硬 这样的语气很危险呀 刚才孝初生的医生也是僵直了 小心翼翼地看向冯志祥教授 不叫而诸位之虐 你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 冯志祥教授手里拿着手术刀 眼睛盯着孝初生的年轻医生 年轻医生心里徘徊着诸和虐 小心翼翼地说 唾液容易污染手术室 不是容易污染手术室 是会容易污染手术室 所以我们才要戴口罩 对不对呀 冯志祥教授寻寻善用 年轻医生点点头 张口回答我 冯志祥教授严厉了一秒钟 又恢复了慈祥的样子 是 对的 对的 行了 滚出去吧 啊 小年轻愣了一下 转瞬就被朋友给推了一把 他这才醒悟过来 连忙出了手术室 年轻医生被赶出手术室 是家常便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大家看着他连同情都欠缝 得亏遇到的不是本科室的主任啊 否则被屌一堂手术都算是为你好了 回过头来 冯志祥教授长长地虚了一口气 再微笑地面对凌然 咱们继续 现在等于先做一个腹部探查 看看他命怎么样 参观室里 王府院长已经是笑出了声 这冯教授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喜欢聪明的年轻医生 讨厌剩下的 遂管副主任摇了摇头 这有天赋的做医生 没有天赋的为什么要浪费材料呢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冯志祥教授是说过这样的话的 后来啊就不听他说了 这地位不一样了 那说话方式当然是要不一样的嘛 旁边一名主任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参观室内 众人意识纷纷点头 他们都已经是熬出头的高级医生了 对于其他高级医生如何吊小医生 并不是特别在乎 凌然也不是如此 在她的印象里 人在社交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是变化莫测的 就好像一个女孩子 很可能前一秒还在对其他人发火 但看到凌然又会做出温柔如水的模样 凌然从来都不试图去整理混乱 她更在意客观的世界 比如说眼前的这名患者李刚 凌然小心翼翼地为她做着探查 而探查的结果 很可能决定这患者是否能够接受手术 这也是胆囊癌比较残酷的部分 因为发现的普遍较晚 很多胆囊癌的患者打开腹腔以后 一轮腹部检查 就发现扩散已超过预期 就只能官复了结 否则患者即使不死在手术台上 术后的愈后也不会好 有些患者做了手术 生存时间反而比不做手术的还要短 这样的手术也就没有意义了 不要怕 可以用手摸 大家都可以上上手 看一下腹腔内的情况 摸一下有什么关系啊 解剖出来的人体和手术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患癌的组织 今天的病人啊 还是比较典型的 来 都来摸一下 冯志祥教授说完 对另外两名助手也是这么说的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八百二十三集 于是 在凌然做了腹腔内探查之后 许吻和旁边的三柱 也都上手摸了摸 许吻也就罢了 旁边的三柱小医生 整个人都露出了兴奋 他是病人的管床医生 也就意味着是整个医疗体系中 最底层的医生 在手术室这种高端地方 许多管床医生都是进来报告一下情况 说明一下病人的日常状况 以及药品的禁忌症等等 该赶出去的就赶出去了 能做个普通手术的三柱都相当难得 他也没想到自己今天竟然有上手的机会 尽管只是摸了摸 手术室里的小医生们也齐齐发出羡慕的嗷一声 至于刚才被赶出去的小医生 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了 冯志祥等三个人都摸过了 才笑了笑 我以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 到医院最感慨的就是医院的医生胆子小 当然那时候医生技术水平也比较有限 其实不用说这么委婉 就是技术差 设备差 学校条件更差 所以啊 少数那么几种有限的手术 主刀医生都做得战战兢兢的 哪有我们上手的机会啊 凌然等人听着也没有插话的机会 就看着冯志祥一步步地开始做分离 冯志祥一边做一边说道 我第一次摸胆囊啊 估计都参与了十次手术了 说来也可怜 那时候的医生自己都做不好手术 真的是完全按照书本商做的 这个手术中那叫一个紧张啊 动作都走行了 还不让我们说话 我们几个小医生当时有问题 刚开始不懂就问出来 主刀医生立即喊 进生 就是有点文言文的那个词 就别说了 哎呀 吓得我们呢 我们那时候学点东西啊 都要在台下练得熟悉再熟练 还有考试 理论都要背下来 好多理论呢 现在看来都是错了的 但那时候的老医生可不管这些啊 有严厉的 一定要我们考一百分的 考到一百分才有资格上手术 所有人于是都拼命地背 但是上了手术也不一定能上手 哎呀 想想真的是够苦的呀 冯志祥做着正常医生在手术中最常做的是聊天 凌然在主刀手术的时候是不聊天的 因为他不爱聊天 许吻其实也有点这方面的倾向 如果是他自己主刀手术的话 他最多就是自己哼歌啊什么的 不过许吻毕竟是伺候过许多位师傅的 陪聊的基本技术和意识还是有的 见冯志祥聊得开心 他就配合他问个傻问题 所以 您以后都是特别注意这些是吧 嗯 对啊 老一辈的好东西要学下来 糟婆也要丢弃嘛 冯志祥见有人接话了 说话就更振奋了 他做过太多次的公开手术或者示范手术 对此早就没了畏惧 到了冯志祥的地位 要说随心所欲就有点过了 但是手术期间 维持个人习惯什么的 别人也没法指摘什么 有没有人指摘 他也不是特别在意 手术室里 于是全是冯志祥的声音 且多是回忆往昔的故事 参观室里的几个医生也只能听着 一名主任听着听着忍不住了 这个故事我听过两遍了 三遍 王副院长说道 四遍 碎管副膏叹口气 要不起 祝同意发现众人都看过来 坦然说道 我骨壳的 没事也不听他瞎刀的 众人都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 发现手术室里竟安静下来 王副院长面色一变 赶紧去检查对讲系统 却发现是正常的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听手术室里重新传来冯志祥的声音 哎呀 这个病人运气不太好啊 必须清扫到一头后淋巴了 嗯 是 这个至少没有转移到一脏 嗯 确实 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了 冯志祥说着低头 就他这个年纪来说 扫淋巴结是很辛苦 很疲倦的活计 我来吧 灵然稍微换了一点站位 他有完美节的淋巴结清扫树 更没有谦让的必要 冯志祥自然同意 于是 两人面对面的低下头 各自扫起了淋巴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八百二十四集 淋巴结清扫 是各种癌症手术中 最花费精力的部分 淋巴结是人体淋巴系统的一部分 具体到不同的脏气周围 淋巴结大约有米粒大小 松散地分布着 数量不一 位置也不一 在有的人心脏 都会长在右边的自然界 可以想象 完全的清扫淋巴结 就像是在人体内玩猪迷藏似的 比猪迷藏更麻烦的是 人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 当医生在人体内操作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到上中下的位置 还要考虑到内部空间的内部空间 比如脏气内部 又或者被脏气肌肉和脂肪等组织 包括起来的其他封闭空间 医生不仅要清扫暴露在外的淋巴 还要清扫范围内封闭空间内的淋巴 这时候就非常的考究解剖功力了 人的腹腔其实并不大 低头看自己的肚子 然后想象它有六块腹肌时的状态 想象不来的时候 想象自己十四岁的时候 腹腔的大小 再想象有肝胆 胰皮 肠 胃 肾等等器官拥挤其中 容错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 尤其是清扫淋巴这种事 一个不小心 就扫错了别的脏气的淋巴 在病人的身体如此虚弱的时间里 扫错了淋巴的风险不言而喻 冯志祥虽然说允许凌然清扫淋巴 但他还是仔细观察着凌然的操作 敢于放手 既是因为冯志祥一向以来的做事方法 也是因为他见过凌然清扫肝脏周围的淋巴 照冯志祥的想法 凌然至少可以帮忙清扫肝脏周围的淋巴 这份工作做下来也能让他轻松不少 当然能扫肝部淋巴的 扫扫其他部位的淋巴 想必也是没有问题的 说穿了解剖熟悉了以后 扫淋巴的步骤本身是缺乏技术含量的 不过扫淋巴是一个很考究工地的工作 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漏掉 然而清扫淋巴的目的就是预防万一 是要防备着淋巴内的癌细胞 如果漏掉的话既是对病人的不负责 也是对自己劳动的不负责 若是癌细胞能够轻松扩展的话 手术就等于是白做了 冯志祥一边自己扫淋巴 一边看凌然扫淋巴 口中还说道 扫淋巴不怕慢不怕错就怕没注意 所以也不要着急急火火地做手术没有必要 这是他一向的理念 凌然听了就嗡了一声 手上的动作并不见有变化 完美级的淋巴清扫术 能够让凌然在术中有非常清晰的判断 相比之下 冯志祥的提醒就有些泛泛而谈了 并不是最适合当下的选择 冯志祥再看两眼 见凌然扫淋巴做得熟悉 也就不多做强制了 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了自己这边 笑了笑 扫淋巴这个东西啊 对医生是很不友好的 量太大 要求又精细 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医生啊 做起来很吃力了 但太年轻的医生也容易出错 徐文建凌然没有聊天的兴致 只能继续顶上去 顺便一天 冯教授您可太谦虚了 我以前看见过您的手术 淋巴结扫得特别干净 病人的预后也好啊 对嘛 预后是很重要的 我们做手术不就是为了病人的预后好吗 手术过程做得干净漂亮 不是目的吗 我最看不上的就是拿刮吸刀的 分离就是刮 止血就是烫 一场手术坐下来 就见他在那里刮刮刮烫烫烫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做厨子的 哎呀 是谁我就不说了 病人动不动就是术后大出血 他们这样子搞 迟早是要出事的 徐稳听得肚脐眼直抖 都不知道该怎么舔了 冯志强嘴上说着 谁我就不说了 可圈子就这么大 爱用刮洗刀的 止血靠烫的 在场有点资历的医生 谁不知道啊 徐稳名思苦想 终于舔出来一句 哎 这林医生缝合得真漂亮 却是凌然遇到一个缝合点 做了一个快速缝合 冯志强一看 更是满意的点头 嗯 对吗 出血了就缝合 有什么不理解的呀 现在有的医生啊 出血了就烫 点刀放上去 深处的一烫就是十几秒啊 还有烫几十秒的 组织全部都给烧坏了 是 手术的时候是不留血了 手术结束了以后呢 组织都破坏了 造成的损伤比缝合 不知道大多少啊 哎 林医生缝合得确实是熟练啊 基本功扎实 徐稳不敢顺着冯志强的话去说 又不好偏离 捧跟捧的心塞 冯志强嗡了一声 继续缓步操作 心里觉得聊天还算愉快 徐稳捧的虽好 但毕竟贴得不够近 也不熟悉冯教授的养住 相比之下 冯志强自己的普外中心里 有舔得更好的 只是这次出门 没给带出来罢了 冯教授 一头这边我也扫掉了 凌然直了一下脖子 再让肩脚的肌肉略略放松 等着冯志强教授让出些位置来 冯志强愣了一下 再低头看 这干部扫干净了 是 扫得这么快 冯志强觉得自己只是一会儿没注意到 这下再去翻看 果然是扫得干干净净 清扫了淋巴以后 手术过后会有淋巴液珠瘤 但是 人体很快就会建立新的回流通道 所以 淋巴扫得越干净 手术的效果就越好 冯教授 凌然又提醒了一句 冯志强顺着凌然的眼神看过 发现自己的气息位置稍微挡了些凌然 虽然说凌然目前是一柱 但是大家一起扫淋巴的话 就不能那么计较 于是 冯志强稍稍挪动了一下 让出了一点位置 好 我继续了 凌然说明了一声 又开始闷头扫淋巴 而且速度依旧飞快 冯志强自己低头扫了一会儿 转头一看 发现凌然又是搞定了一大片 两者的速度比较 就好像蜗牛和牛仔比 谁吃草吃得快 剩下的交给你嫂吧 冯志强略微脸红 但是又黑又老 看不出来 干脆行使主刀大拳 将剩下的活气 全部交给了凌然 凌然于是应了一声好 继续干活 病人的腹腔内 看着就让人不舒服的 异端组织越来越少 慢慢地消失了 冯志强 冯志强双手竖在胸前 看着就觉得舒服 不幸中的大幸吧 冯志强突然想到 那个不停磕头的中年妇女 心内有些感慨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八百二十五集 京华六院的等待大厅里 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人 手术室里的手术 在不停地进行 手术室外的家属 就会不停地增加 在这里 大部分的家属都趋于平静 当然 表情大部分都是苦闷的 忧郁的 但情绪激动的并不多 择期手术的择期 对病人来说 是选择了一个时间 来决定命运 对病人家属来说 也是多了一个时间 来调整心情 接受事实 当然 总有无法接受事实的 尤其是突然发现大病 并第一时间做手术的家属 他们的心情是最容易激动的 家庭条件不好的 往往更加的焦虑 双病是一回事 累累的负债 更是压垮骆驼的千金重担 中年妇女王雪梅子 重新签字 将丈夫送进手术室后 就跪在紫荆洞前面 没有起来过 她的文化程度不高 但各种并未通知书 和知情同意书 还是让她明白了情况 在医院里 医生和护士并不总是 凶巴巴 急呼呼 不耐烦的 有时候 他们也会变得和蔼可亲 且充满了耐心 那就是 当病人得大病的时候 或者说准确一些 当一个人得的病 是该科室 所能处理的顶级症状的时候 他就会得到高规格的待遇 在六远 胆囊癌的层次 就算是够高的了 更何况 还有冯志祥教授 在开飞刀呢 这种情况下 没有哪一个小医生 想成为流程黑洞 整个过程 他们都尽可能做得好 除了一样 舒缓病人的心情 病人的心情 并不总是能得到舒缓 并不是医生的记忆不经 而是因为痛苦太深 王雪梅就是哭 不停地哭 一个劲地哭 如果文化程度高一些的话 王雪梅或许会哭出一首诗来 她的人生充满了苦难 正是最适合诞生诗人的环境 然而 她的人生实在是太苦了 以至于她根本就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 用来阐述自己苦难的人生 他们说到京城就好了 他们说到京城就好了 王雪梅一个劲地念叨 手指忍不住地伸到水晶洞里 碰触一下 然后猛地缩回来 她想加身祈祷的力量 又怕自己做错了事 有心来的大爷就过来劝 哎呀 医院的地盘梁别动手了 跪也跪了 赶紧坐一会儿吧 说上两次 王雪梅就将上身的外衣脱下来 垫在膝盖下面 劝说的老人哭笑不得 过了会儿给她拿了一个腰垫过来 这个小事小了点 凑合这用吧 要我说呀 庸和宫更灵眼一点 你不如过去试试 那是正经大庙 香火也忘 我们之前有个老朋友 那毛病可多了 托人去庸和宫烧了个头柱箱 转念就好了 做生意也顺了 后面的人一听就听不下去了 庸和宫的头柱箱 一百单八柱还差不多 多少人想烧头柱箱呢 那是钱的事吗 老人瞅了对方一眼 那你来劝 劝什么劝啊 挨就跪着呗 跪着有用啊 跪着要是有用 那要医生干什么 跪着有用 那就别来医院呀 男人与其讽刺 他早就看前面的中年妇女不顺眼了 留在现场的度假人是胖孙 他有些无奈地看着自家的紫荆洞 要不是老爹严令一定得收回来 他都不想管了 但是人家跪着怎么收啊 胖孙只能期待地看着跪在地上的王雪梅 希望对方自己醒悟过来 王雪梅理都不理这些人 他听不懂这些人的话 也不想听懂 听这些人的话 多数都是受骗 他还不如就做自己的嗜好了 王雪梅咚咚咚地又磕了三个头 算是对其他人质疑的回应 清脆的响声 让在场的病人家属都很无奈 但也算是了解了他的心意 这么凉的地呀 到老了非得老寒腿不行 我现在这条腿呀 就是当年修水坝的时候弄疼的 对呀 我坐月子的时候 婆婆说我太热了 愣是只给我三床被子 别人家媳妇都是穿棉裤盖被子的 我老公之前也不听我的 穿一套单裤就出门 气得我提气拖把棒子 罩着腿上就是一下 咬喝 妹子这么猛啊 后来呢 你老公听你的了 道歉没啊 不知道 这人不是还在手术室里吗 嘎吱 手术室的双扇门仿佛是有什么魔力似的 当他发出声响的时候 等候室里的人全都不说话了 李刚的家属在吗 管床小医生大声喊着 旁边站着徐稳 徐稳才是精华六院的正派医生 做主刀的冯志祥和医住的凌燃 全都属于飞刀性质 王雪梅听到李刚两个字 手拄着地面就想站起来 然后又是一个屁股堆 腿跪马了 王雪梅喃喃自语了一声 眼睛已经望向了一手 并且举手 我是李刚的家属 说完 王雪梅瘸着腿往对方走 徐稳赶紧过来迎了一下 你不要着急 你丈夫李刚已经送到了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 他的手术成功了 接下来还要看恢复的情况 重 重症 是 是重病了 你老公确诊是胆囊癌晚期 恶性肿瘤 但是啊 医生的手术做得很顺利 已经给切干净了 接下来就是要恢复得顺利 命就保住了 徐稳没有纠正王雪梅的话 而是换了个角度重新说 王雪梅犹豫了一下 复发吗 这个我们也说不上 那还要住几天院 多久能回去上班了 王雪梅的思维迅速转向了还债的问题 她和老公的收入并不少 两个人都工作 虽然经常换工作 但平均下来 一年少说也能赚十二三万 可以攒下十万元左右 如果不是回村盖了房子 他们算是村子里条件不错的 正因为如此 李刚这次生病 王雪梅并不困难地去借到了钱 并且毅然来到京城 但是钱是要用在刀刃上的 手术做完了 剩下的能少花点就少花点 徐文很熟悉王雪梅这样的病人 京城的医院 面对的患者 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外地 在救命这种事情上 不得不出钱 但总有出不起钱的 这个费用的部分呢 让你的管床医生和你聊 如果家庭确实困难的话 我们医生也有绿色通道 可以酌情再帮你减免一部分 徐文没有再多说主刀医生 或者飞刀之类的事 冯志祥教授的飞刀价格 对外是十万元以上 不算往返商务仓和助手开销 当然 友情价格就比较实在了 通常是三万或者四万 同样是不算商务仓和助手开销 总的加到一起 差不多就是七万元左右 在中国 这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医生的价格了 从六院的医生们角度来说 真的是便宜的要死 不用和国外相比 就是国内多点职业推行以后 高级医生们在私立医院里 职业的要价就远远超过这个了 北上广的大医院的主人医师 飞刀可能只有万余院 进到私立医院里 随随便便就可以翻倍 甚至三倍 更有甚者 不在挂号费和诊疗费上体现出来 而是用床位费等等额外的开销 开出医生的少数费 但是这些东西说给王雪梅 想必是不会被认可的 没有事先谈拢 想让王雪梅多拿三四万块 怎么想都太困难了 更别说还有凌然的飞刀费用呢 好在今天有王副院长在场 大笔一挥 钱就由公帐里出了 干净利落 也免得给人家冯教授惹事 徐稳提出绿色通道也是一个原因 冯志祥教授和凌然医生 共同做的手术 术后用的药品和护理 还是要尽可能往好了走 如果因为费用的原因 让病人家属擅自更改治疗方案 说不定就一口气得罪两个牛人 那又何必呢 王雪梅听说能减免费用 脸上已经是呈现出了笑容 我家确实困难 上游老下游小的 农村老人 没有退休工资 也没有医保 我老公现在睡床上了 我又得伺候着 不是亲戚朋友帮衬 家里就断粮了 徐稳笑了笑 并没有就这个话题说下去 转而说道 这个废物方面啊 你先不用急 现在是先把人给治好 有什么问题 你跟王医生说说 王雪梅使劲点头 又和旁边的管床医生 拉关系 你也姓王啊 我也姓王 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是 你跟我走吧 我跟你说说情况 管床的王医生 今天上手做了手术 心情也是不错 只是不敢再等候听里谈话 怕说错了让人录下来 那就麻烦了 王雪梅认真点点头 紧紧跟着管床医生的脚步 生怕一会儿找不到人 只是到了紫荆栋跟前的时候 王雪梅突然定住步子 从兜里掏出全部的钢布 一股脑塞到了紫荆栋里 王雪梅给紫荆栋鞠了个躬 赶紧追着管床 王医生离开了 后面的人群 则是看着紫荆栋 鼓噪起来 砰的一下 一枚硬币砸在了紫荆栋的外壳上 弹了出来 紧接着 砰砰砰 更多的硬币飞了过来 一大厅的病人家属都自觉 不自觉地向前拥挤并投掷硬币 紫荆栋虽小 硬币丢得虽然不准 可依旧砸得洞内的水晶 叮叮当当的响 负责回收紫荆栋的胖孙 望着这一幕 只能保持微笑 午后 小沙米东升身着僧衣 不乏稳健地走进了京华六院的住院楼 僧衣是今年新做的 非常合身 看着就让人觉得提起 东升是下了飞机才专门换上的 他觉得穿这身衣服更让人自信 你好 请问灵然灵医生是在这里吗 哪能找到她呀 东升向着一名路过的小护士 合掌询问 匆匆路过的小护士 原本是很不耐烦问路的 但是听到问的是灵然 还是停了下来 目光落在东升的小光头上 然后再看看她的小沙米服 你认识灵医生 你是她什么人啊 我是十二全庙的沙米东升 与灵医生是旧时 你真的是小和尚啊 你找灵医生做什么 你一个人来的吗 师父的痴疮犯了 不适合周车劳顿 所以怕我一个人 前来京城学习 学什么 佛学院进修 佛学院还要进修 师主 人生有牙而学无牙 佛学自然也是需要进修的 请问师主 灵然 灵医生目前在哪呢 像模像样的 灵医生早上才去休息的 应该下午才会来吧 你可以到手术层去等她 她坐车过来的话 肯定坐电梯直上了 小护士对灵然的排班表 自然是烂熟于胸 京华六院也是有上千名护士的大单位 组织协调和宣传能力是丝毫不弱的 有关灵然的QQ群和微信群 全都炸锅似的翻腾着 阿弥陀佛 谢谢女师主指落 东升鞠躬行礼以后 立即奔电梯而去 小护士在后面看得好笑 但也不能擅自离港 只能悄悄打开手机 在微信群里发文字 有个小和尚来找灵医生 光头让人有点小摸 说是佛学院进修的 好好笑 京华六院宜然群里 顿时一阵的蚊子翻腾 灵医生怎么会认识小和尚的 这样很危险哦 有什么危险的 说不定够好呢 突然想 灵医生如果剃光了头发的话 又是另外一种帅哦 和尚照灵医生做什么呀 佛学院进修和灵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不要什么人都送到 林医生这里来啊 林医生是很忙的 小护士等了半分钟 再看手机 就迁文字刷的 自己都看不完了 这时候 一条艾特她的新信息 出现在群里 却是群内相当活跃的 云立公司的脉纯 小和尚是东升吧 他和夏宫每家店都很熟悉的 当年他师父是抱着他化缘的 因为东升很可爱的缘故 他的师父才会吃坏了肠胃的 小护士回忆了一下 连忙回答道 嗯 好像是叫东升这个名字 群里顿时刷出了更多条的信息 哇 麦唇真的不会是专家哦 云立公司可以的 这么多家医药公司 这么多的医药代表 只有麦唇是踏踏实实做事的 小麦 多关注一下小和尚的事情 这两天就别跑科室了 浪费时间 回头大家纷纷 就给你把公司业务完成了 手术科护士长挂着自己女儿的头像 说话很霸气 并且爱她了妇产科护士长 介入科护士长 谱外科护士长几个人 后者纷纷跳出来做复读机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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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八百二十七集 几公里外 坐在天井水塘边的田漆 一边洒鱼石 一边笑了 并将手机交给麦唇 说道 医药公司的工作 还是蛮有意思的 是 麦唇望着半亩地的锦里 很是无语 云丽没被收购以前 她做医药代表 可没有这么轻松 不 现在也远远称不上轻松 现在只是公司的利润上升 所以发给大家的工资和奖金 增加了而已 可工作强度也增加了 因为公司的业务 扩展到了昌西省全境 以及京户两地 麦唇每个月都开始出差了 这可是以前绝对没有的情况 你去订一桌素斋吧 京城有名的素斋是什么 让他们送一个洗面 到京华六院吧 田漆江手里的鱼石都撒了出去 又伸了个懒腰 我去旁边的公园跑跑步 晚上好吃得多一点 哦 是 麦唇傻傻地答应下来 他的思维还是混乱的 同一时间 吃百家饭长大的东升 兴奋地走出了电梯 对于京城的一切 东升都是抱着好奇的态度的 云华虽然也是一个大城市 但始终是没有京城大的 高铁站没有京城的大 人也没有医院的人多 东升还不能判断 哪家医院好与不好 但在他看来 京华六院的病人 可是比云医还要密集的样子 东升始终记得师父说的话 人多就好 人多就会香火旺 人多才能兴百宫 旺世级 供养诸佛 在庙里的时候 东升不止一次听师父 怀念农村的大吉 过去几年的春节前后 东升倒是见到了 十二全庙附近的几个大吉 确实是热闹非凡 人多过云华城里的大商场 十二全庙香火最鼎盛的日子 也就是春节前后了 尤其是初一的香客 出手大方 来得还很早 是十二全庙 现在仅次于政府拨款的收入来源 老实讲 东升之间还有些不能理解 师父念念不忘的 每个初一十五的大吉 在他看来 就算村子里的人都不出去打工了 大吉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卖了 大家现在都用网上购物 谁还愿意去集市里买脸盆啊 不过 东升还是蛮喜欢人多的 人多了才有香火 虽然不是在十二全庙 供奉的香火 但只要是供奉出来的香火 那就很好 唯一要担心的 也就是现在礼佛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止十四庙 父亲的道观也是看的人多 烧香烧烛的人多 可愿意坐下来听讲经的却很少 许多人甚至连在佛堂里流连的心情都没有 像是逛街似的逛一圈就出去了 东升这么想着 就想在前方大厅的多条椅子处 找个地方坐下来 往前走两步 东升就听耳边有人说 淋得很 我老公排队着呢 咱们过去等会儿就能办上 不用香油钱 你爱给就给 不过他们说塞硬币进去特别凉 现在就是不好塞了 东升好奇地跟着几个人往里挤了挤 就见靠窗边的位置 一个塞满了硬币的怪石头 周围摆满了各式贡品 有食物有香烟 还有药品口罩 这是 东升想破脑袋也想不出眼下是什么情况 此时 一名老汉忽然叫了出来 哎呀 竟然来了个小和尚 东升 东升 左词点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喊着东升的名字 他在下锅诊所里坐舔狗的时候 也是见过东升的 还接受过东升的按摩 对这个小和尚的印象很不错 东升看到左词点 也觉得有点亲切 联盟起身 对坐在自己对面的十几人说道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以后再有疑问 可以到寺院里来 东升啊 你这是做什么呢 左词点看了一眼被塞满了前的水晶洞 眼角不由跳了跳 好惨的水晶洞啊 牙别给磕掉了 东升对左词点笑了笑 大家都有很多的疑虑 我想帮帮忙 能解答的解答一些 不能解答的我准备记录下来 拿给师父问问他 你师父那么远 等你问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不会的 我和师父约定好了 每天晚上的时候视频聊天 并检查一天的功课 视频聊天 还是约好时间呢 你师父待在庙里面 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吧 不 师父很忙的 早上的时候要种菜和锻炼身体 还要检查我的早课 做早餐 吃过早餐以后 要打扫寺庙 做午餐 等到晚餐结束以后 师父要看新闻联播 然后沐浴更衣 涂马应龙 再然后才有时间视频聊天 东升掰着指头 说得很认真 左词点前半部分还听得认真 听到最后部分 脸色就没有那么自然了 想到老和尚每天用去的 海量的马应龙 左词点突然想 马应龙家如果有会员的话 老和尚怕是得八星钻石会员吧 行了 你跟我走吧 左词点拉着东升直接走 就像牵着自己的儿子 东升呢也就乖乖的 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乖乖听话是天然的 倒是围在跟前的一些人舍不得 忙问他 东师傅就要走吗 明天还来吗 我明天要上课了 唉 那好可惜啊 你说得挺好的 我也爱听 旁边一个老爷子一看 这个 东师傅啊 您到京城来是自己住呢 还是挂单到哪个寺庙啊 东升迟疑了一下 低声道 我在服学院进修 也就住在学院内 啊 那好吧 我明天去找你去 行不行了 老爷子笑眯眯的 又递出一张名片 我们都爱听你说东西 听了耳朵轻松 心里明亮些 哦 能帮助到大家 那就最好了 大家可以周末找我 周末的话 应该是不用上课了 啊 没事 你忙你的 我们过去了 找不到人就自可玩 几个人三两句的交代清楚 才将东升和左词典给放走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八百二十八集 左词典嘖嘖亮声 倒是瞅着东升道 没想到啊 您小和尘乔小年纪还挺能忽悠人的 哦 师父说我佛缘身后 佛缘 你说点能量化的 除了佛缘身后 你师父还能看出来什么呢 东升不宜有他 想了想说道 师父说我以后不愁持川用夺 还有人盖一个大寺庙给我 师父说到时候他要住南房 持川不愁这个定义就大了 听说你们和尚的袈裟也不便宜的 盖寺庙就太离谱了 现在新建一个庙带多麻烦呢 东升并不与他争执 只是自己坚信 师父在不犯痔疮的时候 算得一定准 左词典带着东升穿过大厅 再穿过走廊 直接进了手术区 在门口 左词典给东升要了身洗手服 让他换好了 说道 连医生在里面的餐厅吃饭 今天都不一定出去 你进去不要乱跑 到处都是医生和护士 手术室里就别随便走动了 听见没 哦 连医生在经筹 也要每天做手术吗 不做不行啊 多少医生围着呢 左词典说着 脸上的笑容只都止不住 老大受关注 他们这些做小弟的才能生存得好 自从京华六院的王院长 提出病理科 尽可能地靠近的原则之后 冯教授又提出了整合的理论 简而言之 就是为干切除的病理检查 开辟绿色通道 尽可能地做快速检查 加上手术过程中 缩短时间等措施 理论上 水平不错的精英医生 也能做两轮左右的干切除 虽然不敢选 凌然那样的手术患者 但也能扩大适应症的范围了 对于医院来说 这样的创新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要实现这种创新 自然需要凌然做几台飞刀 以资证明 大家围在凌然身边 就是在抢先后的顺序 第一第二个 做此类手术的医院 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后面的医院 再做就没意思了 说着 左思点将东升带入了 手术区内的餐厅 就见两盆绿螺的下方 凌然果然被五名医生给围起来 凌医生 东升来了 左思点喊了一声 凌然回头笑着招招手 哦 东升先坐下吧 我们马上说完 在场的几名医生 也很有眼色加快的说明 只几分钟的时间 就纷纷告辞离开了 等凌然坐过来 左思点眨巴眨巴眼睛问 说好了吗 先给哪家医院开飞刀啊 东皇区医院 左思点连连点头 哎哟 这东皇区医院不错 他们条件算是好的了 也有做肝胆的基础 这京城的医院条件真好 一个区医院拉出来 都能做肝胆 你说气不气 凌然等他说完了再等 嗯 东皇区医院是有现成的病人 七十一岁的女性 你要给他重新采集病史 啊 我 我们重新来一遍吗 坐次点亚然 张安民这时候也过来了 哎 冯教授建议他 冯教授的意思啊 京城不比昌西省 咱们在昌西省内开飞刀啊 哪个医院都不敢放雷的 到了京城 人家就不会顺着咱们脾气了 他这么一说 坐次点不由赞同的点头 嗯 是啊 这冯教授是有经历的 可不是吗 京城太复杂了 医生多 医院系统也多 来历也宽泛 喝饭的价格都比咱们云华贵 哎呀 就算是冯教授 也不敢说哪个医院都吃得开 所以啊 他现在开飞刀 都要去熟悉的医院 哦 那咱们是得长点心啊 挑医院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有个标准呢 做次点一下子谨慎起来 是啊 这东黄区医院 就是冯教授他们培训出来的 现在的普外主任 是冯教授的学生 东黄区医院也是挺适合的 不过病人本来是想做手术的 但因为做不了 没有医院接收 家里人一商量 就到离家比较近的东黄区医院 做保守治疗了 因为这个缘故啊 他们的病史采集什么的 做的都一般 哦 可以啊 哎 这个可以啊 左次点的脑海中 已经忍不住幻想起 凌然手握手术刀大杀四方的场景 他摇头晃脑地 与张安民小声地商议了一点细节 转头回来 就见凌然正抱着一本书看 东升则拿出了一个本子 手持钢笔 正在拼命地 左次点有点好奇 哎 你还要做作业啊 东升茫然 啊 是啊 你好不容易到京城来 这就不想出去溜达溜达吗 东升摇了摇头 这样吧 你想去哪儿玩 告诉我 我抽个时间带你去玩 左次点看着东升乖巧的样子 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起来 他的儿子与东升年龄相差 仿佛 看着都是年纪差不多 我 我就想做作业 左医生 你能自己去玩吗 我 我 左次点生气地想 我儿子才不会这样呢 叹了口气 左次点扭头 领医生啊 东升这样子 桌子的另一头 凌然手握一本 耐特外科学 看得入神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八百二十九集 烈日 骄阳 微风徐徐 休息室安静祥和 绿罗在空调下起舞 土栽的绿罗粗壮有力 枝叶已是缠住了屋顶的管道 看起来像是想要越狱 只有空调的风力开到中道 他才勉勉强强地动起来 像是被牢头逼迫似的 相比绿罗 六院的吊篮种植的更仔细一些 靠着阳台的两边各放一盆 素雅而优美 还不容易被人触碰到 就像是芭蕾舞演员似的 薄浩这一口的 就不会特意去看 小沙弥东升 已经在京华六院里 待了两天一夜了 东升比开学时间来早了两日 以免遇到意外情况赶不及 而一路顺畅的结果 就是佛学院上一批的 进修班尚未结业 须得东升自己订房间 正所谓居长安大不易 京城的物价 完美地体现在了酒店房间上 东升掐指一算 在附近的酒店里住一天的费用 足能买来一箱马应龙了 出家人不能如此奢侈 于是在住持的见义下 东升就找左辞点 向他化圆了一个六院的床位 有了地方睡觉 东升就无比地安心了 过去一天 他清晨起床打扫卫生 然后去手术层的水晶洞旁 念经并与人交谈 接着东升就回到休息室里来 做作业 做复习 做预习 如此反复循环 除了分别给凌然 左辞点张安民等人按摩之外 东升后半天的时间 基本是手不试卷的 待到中午 东升才去餐厅里等着 带凌然等人下了手术 再一起用餐 餐点自然是素拆的 但为了尽可能地好吃一点 大厨不可避免采用了一些名贵的食材 例如一些昂贵的军类 精细的豆制品等等 田七也会在就餐时间跑过来 为了避免拥堵 田七一路都是骑自行车的 到了餐厅里 也是胃口大开 今天吃什么 田七满怀期待地来到订好的位置处 然后就见凌然和东升 肩并肩的坐着 面对阳光 依旧是一个看书 一个写作业 一大一小 都穿着白衣服 凌然是白大褂的制服 东升反而是穿了白T恤 两人都专心致志 以至于无视外物的程度 阳光透过玻璃窗 落在他们书本面前的位置 背后没有鲜花盛放 只有朴素的大绿螺 然而这个画面 却让跳脱的田七 这一刻安静下来 就像这样看着这个画面 文学而来的麦淳 举起手机 咔嚓咔嚓就拍照 并且迅速地切换了多个主题 拍出来的照片 每张都很有感觉 瞬间觉得自己像摄影大师 忍不住多拍了几张 结果抬头看到田七正转头 看向自己 麦淳连忙露出讨好的笑容 并将手机拿给田七看 田七不由说道 如果放在杂志上 杂志估计会卖脱销吧 要联系杂志社吗 我们平时接触的 都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媒体 社会媒体打交道的 主要是报纸 不过如果要找相关的杂志社的话 发给我就行了 田七略微脸红地说道 像是齐形而来的热气未散似的 简单地吃了九道菜的素斋 凌然放下筷子对田七道 杜院士昨天从ICU里 转出到普通病房了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好啊 李博士一直说 想来看看杜院士的 之前的重症监护士进不去 这样的话 杜院士的病就算是好了吗 手术成功至少能延长 好几年的寿命 但是没人能肯定 癌症不复发的 凌然烧给科普了两句 田七缓缓点头又感慨 唉 林医生的工作就是救命 真好 饭后 三人在一起 溜达着前往病房 房内 杜院士一家人几乎全都拥挤在房间内了 倒是杜院士的状态上好 气测看着不错 说话的力气也是有的 凌然给她做着体格检查 并在心里默默地思考着 这么大年纪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以后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凌然也需要逐渐地摸索出来 相比之下 体格检查作为处诊 更需要了解病人的状态 灰白色头发的李学超也跟着走了进来 并向杜院士打了招呼 不用来这么多人 杜院士勉强笑笑 然后向李学超点点头 本来是想早点来的 结果被事情给拖住了 李学超说着再次致歉 杜院士刚做完手术 智商明显受到了抑制 顺口就问 哦 什么事情啊 哦 我们正在南直勘探一个 有色金属矿 忙得不行 这不是 我刚刚给人家把文件送过去 就跑过来看看你 现在的竞标比以前更麻烦了 越来越麻烦 杜院士这一下子有点明白过来 可惜 竞标跟我没关系 那是人家不为的工作 我知道 这不是有点担心吗 灰白色头发的老头 光看脸色 比病床上的杜院士还要糟糕些 大约是真的累到了 有色金属矿啊 我以前在南直 看过好几个了 但都没做过细致的普查 浪费了 是啊 现在要看年轻一代了 我觉得 那几个矿 是要出东西的 杜院士说着就觉得累了 过了会儿 灰白色头发的李学超跟着众人出门 又叹了口气 哎呀 好可惜啊 只能等杜院士休息的时候 再问情况了 身后的胖孙跟了出来 你们是想要竞标现有的矿山呢 还是做勘探 哦 主要区别呢 勘探就算了 你们如果直接竞标的话 也许竞争对手更少 没有细致普查的矿山的话 售价也会便宜一些吧 田几听到这儿说道 那就买下来吧 就照杜院士说的 哎 那 真买啊 胖孙愣了愣 田几点了点头 反正也便宜 李学超苦笑连连 胖孙则突然紧张起来 那个 我爷爷的意思 就是他猜测有矿 并不保证真的有矿 而且矿山的规模和条件的差别也很大 你们不能偏听偏信啊 这 我相信杜院士 田几严谨一概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八百三十集 开展新术士是高级别医院都很乐意做的事 也是必须做的事 新术士意味着新的仪器和设备 新的项目和资金 新的培训和进修 新的友商和代表 开展新术士 可以淘汰老术士 就可以按照新的领导和科室主任 认可的研究方向奋进 既能降低老派医生的影响力 又能减少老术士带来的成功率的负担 对于病人来说 有新术士用 相对于次新的术士 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相对次次次术士来说 还是有获益的 就整体而言 总归是好的 可具体到某一个具体人的时候 又要另说了 总而言之 开展新术士既是政治正确 也是利益正确 唯一的劣势就是麻烦一点 辛苦一点 不过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和领导 对此都不是太在意 如东黄区医院 就乐呵呵地派出两名医生 亲自开车来接凌然 态度积极 说话还好听 左次店和他们打着哈哈 回头对张安民说道 要不人家这个区医院是三甲医院呢 咱们云华的区医院呢 一个个就像死人似的 腹枪镜头开展多少年了 竟然还闹不清楚 显微丑术更是稀巴烂 生怕有病人去他们那儿接手啊 张安民淡定地说 八宅乡分院的条件更差 谁还没见过镇卫生院呢 左次店撇了撇嘴 对于只是去乡镇分院 开过飞刀的张安民 很鄙视的样子 张安民笑了笑 你在卫生院的时候又不做手术 我现在过去开飞刀啊 一次也要几千块 就怕八宅乡分院的条件不行 付不出来 左次店气得鼻子都要冒泡了 虽然明知道张安民又穷又累 老婆还凶得要死 但是能飞刀赚钱 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那是真的了不起 左次店都想象得到 又穷又累老婆又凶的张安民 很快就会变成不穷只累 老婆还凶的张安民 他左次店 依旧没有老婆 左次店摸摸眼睛心道 我也应该学一门决议了 私寸间 祝同意带来的二百零二斤住院 一打电话过来 哦 住院室的会议快结束了 问灵医生今天去哪儿做手术 哦 你好 今天去东黄区医院呢 他们已经派车过来了 左次店说话的同时 向跟前的东黄区医院 两名医生点点头 并做口型 住院室 住院室这两天 频繁出现在灵然身边 东黄区医院的医生们 一想就知道是谁 于是也笑着点点头 电话另一头 二百零二斤住院医 手里拿着矿泉水 一边喝一边笑 哦 那正好 我们先到六院 然后跟你们一起去 东黄区医院好了 路不熟 哦 好 好 我问问 我问问啊 于是左次店摸着手机下端 对前面的两名 东黄区医院的医生笑笑 这个 住院室说坐你们的车可以吗 哦 好 可以 两名医生互相看看 感觉不太好拒绝 左次店继续打电话 两名医生小声地商量 咱们就一辆几十八 这坐不下吧 那让医院再排车呀 哦 找主任好了 让医药公司再排辆车 两人也是经常做迎来送往工作的医生 迅速商量好 就开始打电话 另一端 左次店的电话放下 又接了起来 这次则是冯志祥教授 几句话后 左次店又捂着电话 对两名东黄区医院的医生说道 冯志祥教授也过来了 他们自己开车来的 刚已经停好了 听我说咱们有车一起走 就说能不能坐你们的车 当然 两名小医生哪儿好拒绝冯志祥教授呢 再说只是多一个人而已 左次店笑了笑 再接上电话 几秒钟后又放下来 冯志祥教授说 他提前约了几位教授和主任 问能不能一起走 可以 东黄区医院 两名医生坚定地给予笑容 然后开始狂打电话 东黄区医院 浦爱科的大主任 特意请来管外科的副院长 以示尊重 新术式新项目这种东西 也得有院系一级的领导支持 才好施展开 两名领导提前几分钟 到了一楼的办公室里坐下 再看看几名小医生 搞得欢迎电子屏 一切就绪 就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不一会儿 一行四辆小车队 就停到了东黄区医院的门口 凌然 祝同一冯志祥等人 纷纷下车 说说笑笑地向里走 副院长一看 脸上顿时现出了笑容 哟 不错不错啊 祝同一院士和冯志祥教授都来了 哟 李天元主任也来了 这个项目做得好啊 见到来人 副院长从内心里 已经同意了 普外主任的建议 总计百万水平的项目 对东黄区医院来说 也不是特别大的数字 能拍摄一组 众人亲切交谈的照片 副院长就觉得不算亏 他带着大主任 自大厅内迎了出来 立即就握住了冯志祥教授的手 当然 还是京师土著最重要啊 欢迎欢迎欢迎啊 副院长拉着冯志祥教授的手 就不愿意松开 冯志祥只好装模作样地与之交流 欢迎活动 很快变成了官方模板 令冯志祥和祝同意都脱不开身 凌然依旧是自由的 事实上 副院长也不想和凌然拍握手照 凌然的咖位在昌西省内 可以说是比较高了 但在京城里不免有所逊色呀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照片本身容易产生对比 副院长也不想站到灵医生面前 显得比灵医生老 比灵医生丑 比灵医生身材差 比灵医生气质差 灵然自己倒是无所谓 他趁着双方言谈生还 溜达溜达着 就进了东黄区医院的急诊科 东黄区医院比京华六院略弱 所以有一些重点科室建设的相对较好 但因为是区医院的关系 如急诊科之类的配置 明显较为普通 灵然一边打量着 一边在心里琢磨 一名东黄区医院的医生 在佐词典的指示下 以更慢的溜达状态 跟在灵然身后 心道 现在的专家也真是麻烦啊 越年轻的越麻烦 转悠的时候还得人跟着 正这么想着 灵然就在前方向她招了招手 灵医生 小医生快步上前 露出惊疤似的笑容 我能接触病人吗 灵然指了指 前面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的一名患者 小医生看过去 就见一名尚在壮年的患者 一只手包裹着白纱布 似乎是来换药的 其伤口似乎还在疼痛 以至于病人紧紧皱眉 小医生试探着问 您认识这位病人啊 哦 没有 我怀疑他心狗 想帮他检查一下 灵然回答得非常诚实 小医生顿时一呆 旁边正在忙着给其他病人 问诊的医生 也皱眉看了过来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